自己的爛攤自己收 延宕的這八年 其實真正的輸家 還是台北市民 好 請解一下 一份 來 你好 黃翔溫 拜託你多謝 講話來 下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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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昨天回答大巨蛋的分潤 被認為好像沒有談到 馬英九跟郝龍斌市長這一塊 是不是說就是 避免要批評黨內的權費 大巨蛋延宕八年 空轉虛耗 當時 大張旗鼓喊的五大弊案 現在看起來就是政治操作 甚至現在市府 還要自己的爛攤自己收 其實如果沒有這樣的延宕 大巨蛋可以創造的相關 整體的經濟效益 周邊的商機產值 甚至市民朋友使用場館的權益 早就可以讓大家共享 也就是說 這場鬧劇之後 真正的輸家 還是台北市民 市民朋友希望看到的是 爭議盡快落幕 趕快完成最後的理路 讓市民朋友可以有優質的場館可以使用 會不會認為說大巨蛋一直被劃分成 藍營的共業的話 會影響您市長的選情 我說過 這個是現在市府 他們還要自己的爛攤自己收 延宕的這八年 其實這場鬧劇之後 真正的輸家 還是台北市民 蔡英文議員 第二第二 第二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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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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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第三第三 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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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黨有發出聲明 指著委員先前雙城論壇的前途不太妥當 那如果您不更改 就不會支持你委員主 不論是對岸或是任何其他國家 對於台灣的安全或區域和平 造成武力威脅的舉動 都應該停止 民眾期待的是在互信的基礎上 兩岸之間能夠和平相處 務實交流 228關台 是否有發現國民 是在騙錢的那種大戀 你講哪一個問題 我再次強調 中正敬業堂是台北市民共同的記憶 也是歷史的一部分 絕對不容許任何一個個人 政黨少數官員 就可以片面來改變 我的主張是在現有的基礎上 大家集思廣益 加入更多的元素 那藉由的基礎 就是不容許有任何的改變 雙城論壇的舉辦前提 就是中共在老台 對台灣釋出善意 雙方地位對等才有舉辦的意義 包括民進黨好像都有說 你是馬英九2.0 小馬英九 我就是我 我就是講完 我想今天最重要就是跟過去 包括馬市長 幾位對於城市治理 有豐富經驗的前輩 一一來情意敗會 雙城論壇的舉辦前提 就是中共不再擾臺 對台灣釋出善意 雙方地位對等才有舉辦的意義 另外對於國際其他城市之間的交流 汲取經驗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未來會擴大舉辦國際城市交流論壇 我們就是回到堅持中華民國的主權 認清分治的事實 我想這個作為與對岸交流共同的基礎 是非常重要 我想這個是目前台灣最大的公約數 也是我們所牽手的立場 委員包括內湖南港跟大安吻山 都有出現在初選失利的這個議員參選人 就是現在跳槽到黃山山團隊去了 甚至其中有一位本來好像彈豪經營的團隊 每一個人都有他的人生規劃 我們都尊重 我們也都給祝福 一直以來兩位蔣總統對於中華民國 這片土地的貢獻是不容抹滅 我說過過去不管是蔣總統對於土地的改革 三七五簡珠跟著有其田 一直到九年國民義務教育 到經國先生推動的十大建設 我想以及大家現在所津津樂道的護國神山 都是當時所定下的基礎 所以我們對於兩位總統 對這片土地的貢獻 我們都非常的感念 所以我想這個是目前 所有台灣民眾大家所認同的